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讲 开门让步和关门让步 我们想要在谈判的时候 上次第九讲 我们教到说谈判让步的一个基本技巧 我们说让步的幅度次数速度 可是幅度次数速度 那是基本的技巧 可是在谈判在过程里面 我什么时候让 什么时候不让 那么又可以整理出 哪些特定的一些技巧呢 那么这里我跟各位介绍 两个你可能会用到的 一个比较战术型的让步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是 一个基本的概念 战术型的让步 在开门让步和关门让步 什么叫开门让步呢 就是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一提出要求的时候呢 他读我不会 我居然会给他看 会看这种让步呢 我们叫做开门让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在谈判的时候 常常会有些预期 我想啊 我这张牌打下去 他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 你想到吗 其实我们可能很有经验 很多经验我想说 哎呀他这个人一定是这样子 我这张牌打下去 他一定是惊慌失措 他一定会暴跳如雷 他一定会痛哭流涕 或者他一定会手无足道 然后我很自信嘛 我想我这张牌下去 他一定会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呢 所以我就那样那样那样 也就是说 我假设他一定会怎么做 然后他一定怎么做呢 我就他怎么做 我就选择他怎么做 我就怎么怎么的回应 我怎么的回应 你知道吗 所以这在谈判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于是我就心有成竹啊 我就这样回应 就没想到呢 没想到他的想法 他的回应 跟我想的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我认为他会生气 结果他没有生气 或者我认为他会求饶 我本来想我这张牌打下来 他一定会求饶 然后我就怎样 结果他居然不是这样 居然不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推翻了我第一张骨牌 我第一张骨牌一被推翻 后面啪啪啪全倒 也就是我原来假设他会怎么样 结果他居然不怎么样 那我后面准备的这东西呢 全部都摆搭 那他用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开门让步 所以如果你学了这招 那你怎么用呢 你的用法就是 我们是变成我是让步的那一方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去想啊 对方可能想我会答应啊 对方可能想我会拒绝啊 那如果我拒绝的话呢 他会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假设 如果我拒绝的话 他会怎么做 然后呢 于是我们就去想 那于是 于是我就忽然我就答应了 因为他认为我会拒绝嘛 结果我没有拒绝嘛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一下我答应了 我就让步了 让步了 结果他一下从门口摔进来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开门让步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招开门让步呢 我们来读一段孙子兵法好了 孙子兵法上讲 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知也 乖其所知 乖其所知是什么意思呢 杜牧说 言敌来攻我 我不与战 设全便已知 是敌人疑惑不决 与出来之心乖利 不敢与我战也 这是孙子的虚实篇 与出来之心乖利 乖其所知 知是什么意思 知就是往前走 乖其所知就是 他往前走的时候 他有一个假设 结果我跟他往前走的时候 他的假设完全背道而驰 完全背道而驰 乖其所知 他以为他棍子举起来 我会求饶 我求饶以后 他就怎么做 就没想到 我居然没有求饶 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不敢再打我 他开始疑惑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开门让步 他赌我不会 我忽然会给他 让他一下从门口摔进来 那除了开门让步以外 还有一个是关门让步 关门让步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关门的时候再放点给他 也就是我 比如说我今天吧 人家跟我要一百块 一百块 那我就想说 让啊让啊 谈了半天 谈了半天 最后我把他期待 期待降低到五十块 五十块 那他可能也认了 他想好就五十块 但五十块的时候呢 结果我给他的时候呢 我多给个二十五块 七十五块 所以他本来以为是 想要一百 后来呢 他以为说他只能拿到五十 最后呢 我给他个七十五 他蛮高兴的 对不对 把他期待压低了 然后再给他一点点 这个叫做关门让步 那关门让步呢 那么我们用关门让步的方式 让他嘴巴觉得甜甜的 甜他的口 让他回去 所以我可能一下子 开门让步 让他从门口摔进来 我可能关门让步 让他嘴巴里甜甜的回去 两种的让步的方式 当然都有些战术性 但都有他一些特定的 一些效果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好吧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再见 这是一场有无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